先祖接下來我們來到馬太福音的生命讀經 今天主要講到的是馬太福音的第五章 主題是國度憲法的頒布 我們有射箭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打開第五章 五章一節抽到 馬太福音五章一節 當他看見這些形象就上咬山 自己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這裡說到耶穌上咬山 將説天之國的憲法賜給門徒開口教訓他們 我們為著建立説天的國聆聽這些憲法 就需要登上高山的頂端來聽主的說話 接下來我們看到五章三到十一節 這裡是憲法的第一段 啟示了國度子民的性質 在看到這些性質時 必須注意這九個福的關鍵詞 分別是靈體貧窮 哀痛 溫柔 飢渴沐沐浴 憐憫 清心 和平受力過河 受怒罵 這些詞請示出國度子民 就是我們該是什麼樣子的人 Amen 特別摸著古章三節所說到的 靈體貧窮的人有無聊 因為主天的國是他們的 主天的國首先與我們的靈有關 主天的國非常在於我們的靈是如何 Amen 這次當主耶穌他上了生命以後 向門徒所啟示的第一件事 這句話接續了他在四章十節所說的 在那裏他說你們一定要悔改 因為出天的國已經靈盡了 Amen 你知道我們不僅需要在心思轉變 我們還需要在靈裡是貧窮的 Amen 不是在靈裡貧窮呢 這不是指我們是有貧窮的靈 還是說我們的靈必須是貧窮的 Amen 要道口我們的靈 由我們這人的身處完全的向神敞開 Amen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來成裝神 在這裡說到 若是靈裡貧窮 主天的國就是我們的 Amen 為了讓王可以帶著國度進入我們的裡面 Amen 我們必須靈裡貧窮 Amen 從身處敞開 丟棄一切 我們必須充滿我們的觀念意見和想法 道口我們的靈 王將帶著國度進入我們的裡面 主天的國就是我們的 Amen 可以向著主有一個暴風的禱告 主啊我不願我的靈積存任何的東西 主啊我的靈所有的容量都是為著你的 我的靈若是貧窮到空的 獻去所有就有的觀念 就能領悟並得著主天的國 Amen 在這週的《生命途經》中的摸桌 第二大姐提到 關於國度子民的性質 基督徒的生命是蠻有喜樂的生命 耶穌有一隻大門徒上到山上的時候 就很慎重的刻畫了 在神的國中的基督徒該我的九項特質 提供建特質後他們所得到的福 Amen 另一個福就是說到 靈力貧窮接受諸天的國 我也很波濁在馬太福語五章三節說到 靈力貧窮的人有福了 Amen 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Amen 所以說到靈力貧窮 不是指該有貧窮的靈 但我們若靈力貧窮我們就有福了 Amen 神願請請我 靈力貧窮指的是我們的靈 我們的身處是要完全的倒轟 並且謝敘述自己所有的 並且接受諸天治國的新東西 主要今天真的很急性 我需要做一個完全到空的人 對 就覺得大山的學校生活是非常的蒙路 就是一堆丟一堆的報告 然後又被推開當成那個學生的班級的負責人 然後常常晚上回到弟兄之家 也都是回天早上 今天主要我常常是一個客滿的人 我需要有更多的預算來享受你 Amen 想要跟大家分享這招的多元唱詩社所唱的詩歌 我們一起來唱在荣耀裡的基督 Amen Amen 為敬荣耀裡的基督 Amen 為敬荣耀裡的基督 Amen Amen 為敬荣耀裡的基督 Amen Amen 為敬荣耀裡b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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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斯拉 我们能够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事 一无所有 为天荣耀的一切都 阿德斯拉 阿德斯拉 我们能够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一无他在你 却你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导义 就是很宝贝喜乐 实在是他身上最显著的特辑 那诗歌说到 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他常常在喜乐 我唱到这边就心想说 怎么有一个人能够一无所有事 能够喜乐 别人这样讲 不会会做他一拳回去 但虽然在别人的眼中 他是一个年轻老 又一无所有事的老 但是他却出过一句话 就是基督是我生活的目的 若是我永世的喜乐 如果有人说我们是一无所有事 我们可能会被得罪 但我们听见这样的话 应该要喜乐 因为唯有我们一无所有事 基督才能是我们的一切 义 所以我们的义瓶糊 意思是我们虽然一无所有事 但我们已经将 salir外的一切都道通量 我们需要被大灵充满 我们需要灵力评囚 那被大灵充满 我们需要灵力评囚 我们就是要灵力评囚 當然 沒有 摸除了這個神秘語記 這裡面說這個九服 這個九服它不只是論 наш 它主要是論到我們裡面的所事 這就是我們外面的一些行為 因為那些都不是很特別 這個九服也不僅僅是論到我們 裡面 的所事 也是論到我們外面 你的一些章詞 在這個九服中 我特別摸除了這個第四服 和 第五服 就是馬太福音 古中六節跟七節 即可目一的人有福療 而且他們必而保足 別人的人有福療 因為他們必謀憐憐 這兩節主要是說到 對自己公義 並且對別人憐憫 主要如果我們 不先對自己公義的話 我們就不要想對別人憐憐 主要我們一個鬆散的人 對別人就是 都是憐憐別人因為他們自己 一定先憐憐別人自己 現在如果有一個人每天早上起床 都起得很晚 那他一定會憐憐先起床起得很晚 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保佩他這裡說到 我們需要是 非常保佩所以我們需要是 先對自己公義 才能對別人憐憐 然後呢他這裡還說到 神他自己是公義的 但是神呢他並沒有以這個公義來 待我們 因為他對我們 是這樣公義自己的 那我們都在神的面前 都是不配的 在神的面前 都是萬對擊殺的 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 都是這樣無愧不堪的罪人 在心上美主 神他對自己是公義的 而且他對我們人是 是萬了憐憐 所以我們能夠雄偉他 國度的神明 但是這樣的操練 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在天空之家 生活了兩年多 這個 這次常常受福的貴婦 其實每天要弟兄們 生活在一起 大家的生活習慣啊 作息啊 或者是光景行情都不同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 可能都是印著 常常沒有對自己公義 所以呢 就沒有法定這個憐憐 憐憐弟兄們 常常可能弟兄們 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心裡多少 會有這個定罪 或者是心裡多少 會有以這個公義 想要來要求弟兄們 也像是我們可能 煮飯的時候 或者是吃飯的時候 有人忘記洗碗了 放了兩三天 生子還整個張藍 都沒有人洗 但是呢 這個時候我們真的是 心裡就可能 一開始會定罪啊 是哪位弟兄啊 我已經不洗了呢 或者是如果我們 可能倒垃圾的時間 我們倒垃圾的時候 大家都相思了 就只剩了幾位 負責倒垃圾的人 就應該少數負責到 這人就是真的很難 以這個公義來帶弟兄 就是很難以這個憐憐 來憐憐弟兄 那時候 每次我想要 以這個公義來定罪 或者是要求弟兄們的時候 主常常都要 馬太福音七章四節來提醒我 我們能對你的弟兄說 讓我去掉你眼中的事 你自己眼中盡有美目 你自己眼中的事 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 讓我們更多的享受他 讓我們更多的享受他 可以讓我們更多的行進他 希望還能和主有這樣 一樣的憐憫 我們主要有這樣憐憫的心腸 以後我們只有公義來對待自己 也就是憐憫來對待自己 也就是憐憫來對待我們的弟兄姊妹們 Amen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在地上需要有一般人 一同的做光做炎 開福音五章十三節說到 你們是地上的炎 四四節是說到 你們是世上的光 這樣出的經節所用的代名詞 都是你們 而且實在原文也都是用複數 表示這樣出經節 都不是指的個人說的 還是指的團體的人 是要把這樣出經節 用在我們個人自己身上 但是這裡卻是說到 你們是複數的 也就是除了啟示出 主在這裡所說的話 不是指的個人 我們就著個人來說 沒有一位能夠單獨成為正確的光 和正確的炎 而是要成為同輩建造 在一個高的水平之上 團體的人 而莫竹在生命讀經中 以弟兄所用的八表 他說這邊所有客人的屬因都是癌 癌症的癌 乃是將給全身的養分都吸收到自己的裡面 這個癌並不是病菌所引起的 這乃是身體的細胞 與身體分開只顧自己所引起的 感謝主給我們這樣子的看見 要成為光和炎 乃是團體的事 每次都不願意離開身體 如果理了身體 理了照會生活 我們就不能再做光做炎了 但在這兩種事項中 我又特別摸著我們要做炎 這個炎在地上有殺菌防腐的作用 但在五章十三節後面又說到 炎可能會失了味 五章十三節說 炎若失了味 可以用什麼叫他再寫 對 既無任何用處 只好丟在外面任人践踏了 對 國度子民就是我們 若失了味 就是指我們已經失去炎的共用 對 我們一般不幸的人是一樣的 對 對 失去與屬世之人一切的差別 對 對 前面所啟示 國度子民該有著性質相反 對 我們若失了味 我們就代表我們靈裡 可能不再貧窮 我們再次溫柔的人 溫柔的人 溫柔的人 再次清心尋求主的人 那次求主保守 使我們 都有著國度子民該有的性質 只要靈裡貧窮 我們叫哀共 溫柔公益 憐 清心尋求神 我們所有人都保持炎 該有的鹹味 我們無論走到哪 都能對 對身邊的人 發揮炎的影響 成功都被我們醃製 你們在身體裡 在這個時代中 我們需要一同做正確的光 和正確的言 溫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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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的意 絕不能進諸天的國 那圖音是一卷論到國度的書 所以對國度的子民就必有所要求 那主耶穌來到以前有 旧律法 還有身邊者對律法的加強 但是旧律法的要求還不夠高 所以主耶穌來到之後 就要以新律法來成全補充旧律法 旧律法可能要求一個弟兄 對一個弟兄殺他 可能要求一個弟兄犯賤疑 但是新律法的要求 比旧律法高得多 要求一個弟兄 甚至不能像另一個弟兄動怒 要求一個弟兄看一個婦女 不能貪戀他 不能對他起貪戀 那所以新律法的要求 是比旧律法還高得多的 那在馬太福音古章二四節說到 經學家還有法利賽人 這些人是持有旧律法的人 他們沒有基督 所以他們要求是低的 絕構不上進入諸天的活 但是這裡講到你們的義 這個義不僅是指我們信主之後 從客觀地接受基督所得著的義 使我們在神面前得稱為義 更是指我們在生活裡面 主觀地活出我們內住的基督 他做我們的義 這個義要使我們夠資格 能夠有份於高養的婚宴 也有份於諸天之國實現裡面 承受著諸天的活 所以我就很摸著 不知道我們在弟兄姊妹之家 會不會常常用了太多的網路 而互活出基督 看這些白看的網站 使用一些不當的資源 在弟兄姊妹之間 我們是不是有對異性的同伴 異性的這個弟兄或姊妹 起一些不當的談戀 這些或者是在弟兄或外邦人之間 我們是不是沒有活出一個正常的生活 我們覺得外邦人他也可以這樣做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做 我們需要受提醒 這領主說到你們的義 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塞人的義 絕不能進諸天的活 這樣進諸天之國的義絕 不是我們憑天然的生命能夠得到的 而是憑基督他復活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們需要在照慰生活裡面 更多享受基督 在我們平常的生活裡面 更多享受基督 國主這位基督做我們主觀的義 我們在將來呢 能夠進到成諸天的活 今天就在照慰生活裡面 我們有份於諸天之國的實際 將來就能夠有份於諸天之國的實現 阿姨 阿姨